卖老人家房子的几种方式 这个最让我瞠目结舌 最近的市场 卖老人房子的情况特别多 说说最近遇到的几种情况 第一种 赶紧卖了拿钱行 这是大部分老人房的最终宿命 最近我们刚刚买到的一套 single family house 就是这样的情况 之前的屋主是越战老兵 最近刚去世 trustee卖房 房子在卖的时候 做了简单的装修 刷了墙 换了地板 开价比周围的房子 已经低了一截 shed offer比listing price低了不少 结果seller side没有counter 没有negotiate 直接就收了 第二种 住着卖房等着搬家行 有一套我们下了offer 没有拿到的房子 屋主住在里面 没有open house 跟seller聊天 得知这是他父母 在几十年前买的房子 父母去世以后 他就一直住着 现在要卖 是因为要去 更加便宜的地方生活 第三种 不到心理价位 坚决不卖 最后自己买下了 这是从业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遇到的情况 屋子的原主人是一位老太太 最近刚去世 她有五个孩子 这些孩子都在要卖的房子里长大 对房子有很深的感情 房子只有收到两个offer 我们的条件略好 因为价格明显低于预期 seller一直不能决定 等了整整三天 最后的故事是这样的 五兄妹中的一个 决定自己把房子给买了 因为舍不得 把自己长大的房子 低价卖了 加上自己也有经济实力 于是我们out了 房子也下市了 这真是我最瞬目结舌的操作 仔细想想 如果自己是房子的主人 最最走心的操作 应该是自己的孩子 愿意把自己的房子精心维护 世世代代 一直一直传承下去吧